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风起洛阳获得2021年青年观众全程观看的国产电视剧 王一博领衔主演的风起洛阳获得2021年青年观众全程观看的国产剧 总台夸风起洛阳了 关于风起洛阳 播放量达到预期高度 受众面更宽泛 更像是爱奇艺追求的商业大片 连海外市场都播得相当好 商业 商业维度来讲非常成功 广告收入和授权收入表现非常好 实现一鱼十二吃 造成一个未播鲜火的现象 官方认可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一座城成就一部剧 主管部门非常认可这种模式 王一博展现的人物情感很细腻 他凭借聪慧机智 冷静自持 西吕分条的世家公子白李红义一角 获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爱奇艺站内谈幕评论高热度 短视频平台高点赞高热度 洛阳亮点很出圈啊 最大的亮点就是王一博的白李红义 白李二郎 圣唐公子 聪明灵敏 善百公之术 聚目时之心 说白了 就是一位贵气的书呆子 逢家中变故之前 白李二郎的特点可以说唇 吃 虞 为寻真相报复求 他渐渐接的气 知识情人心 开了情窍 成长为一位坚毅果敢 有担当 有精怀 重情义的事 依然未改得是淡薄的云水之志 最终辞观不作 云游四海 再看风起洛阳 更加看懂了白李红义 也更看明白了王一博的表演之妙 前期的唇 吃 虞 渐渐展露出的勇 智 人 角色成长丝滑流畅 自然细腻 完美塑造出了白李红义 演员王一博优秀 期待王一博的呆波剧冰玉火和呆波电影无名 为何防暴队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